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眼下已经进入了炎炎夏日 人们待在房间里吹空调 吹进风扇 吃冷饮 那么动物园里的动物如何降温避暑呢 我们去新渔市的动物园看一看 新渔市动物园位于豹石公园内 园内的树木遮蔽 让动物园显得比外面硬凉 在猛兽区 工作人员正在给一只雄性东北虎冲凉 在水流的冲击下 龙舍内的热气逐渐消散 老虎显得格外惬意 东北虎吧 它是怕热不怕冷 那我们就每天饲养员要给它用水来洗 每天冲 给它身上降温吧 冲个三四次 而熊 肺肺 猕猴等动物享受到了动物园工作人员切好的西瓜大餐 幸福感倍增 蟒蛇 鳄鱼 鳄龟 鹿龟等两栖类动物 待在潮湿阴冷的房间里 还有水盆和水坑给它们消熟 记者了解到 园内目前有三十多种动物 非洲狮 金钱豹 美洲豹 狼等猛兽 还比较适应眼下的天气 鸵鸟 孔雀 井鸡等鸟类也不怕热 不需要采取特别的降温措施 包食公园的植被也很多 野生动物在这个包食公园里边 也生活得比较愉快 舒适 我们基本上就是给它在食物上面 适当地搭配调整就行了 但有些动物怕热的 我们就给它 有的用排风扇给它降温 有的用一些蔬菜水果 西瓜 苹果梨 黄瓜这些给它们吃 也能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 在赣州宁都县有一项400年传承的老记忆 中药治乡 日前我们的记者采访了这项老记忆的传承人 了解了几代治乡人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所做的独立 梁蜜长的木桌案前 75岁的客家天河治乡方 第17代传人上官亮老先生 熟练的制作着一根根献香 他可算是宁都一宝 近年来多次受邀在北京市民宿博物馆 等多个重要场合进行公开表演 展示治乡过程 普及客家乡文化知识 看似小巧的一根香 里面却大有学问 我们这个天河香 是以当地的香材 三章子茶子壳为主材 再加檀香艾草 九种香料做成的这个香 那么这个是一款很纯天然的香 有香草的味道 大自然的味道 清香甘甜 我们经过广东省中药研究所检测 对空气里面的自然美景 黑漆美景 金黄色葡萄球形 有一定的杀灭力 方香化湿 这个厂子做的香 功耗是点一个小时 那以前是半个时辰 现在讲是一个小时 在赣州市宁都县 治乡工艺自古流传 它是营生手艺 是精神需求 对上官家这样的治乡世家来说 更是血脉与香愁 从明万里的时候 我们迁到了宁都 那像明朝的时候开始 这种朱迁香的这种工艺 已经就开始流行开来了 那么那个时候 我们客家已经掌握了这种技术 我的外婆 她做了一辈子的香 她就传给我的母亲 然后母亲就传给我 然后七几年以后 我就传给我的两个儿子 其中是光海滨 在这里做 传到我这里 我们是第十八代 是吧 我自己家族 我是第四代 沿用这个客家的配方 客家的材料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也加以改进 香 远古时期作为祭祀 除惠之用 经过世代流传 拥有了更多的含义 尤其对客家人 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那我们这个天河香 为什么叫客家香呢 是吧 我们客家天河自香方式 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客家人呢 他住在山区里面 他的湿气 胀气比较重 那我们客家人呢 利用山上的材料 就做成这款香 香都应该是这个 客家文化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体现吧 香它可以贯穿于 人的人生礼仪的 这个每一个过程当中 因此相跟老百姓的生活 也就跟客家人的生活 应该是非常密切的 产房里面 以前他就要 衣服要用这个香料去熏 杀菌消毒 那么这个小孩 更不容易得病 那么对这个 应付的身体健康 这个也好 然后这个 我们的客家人 以前没有这个手电筒 没有这个照明的东西 那么晚上要赶夜路 就可以点上一把香 可以照明 又可以欺赶这个野兽 读书的时候 客家人跟读文化比较浓厚 是吧 读书的时候 这个点上一只香 那么可以提升 勤劳 然后每次到了这个 过年过节 红北喜事 这个客家人都需要焚香 相比于其他各种香 天和香的配方 有两个鲜明特点 一是除胀去尸之功效 最为显著 二是香材 全部来自宁都本地的 大山中 主要成分就是山庄子叶 因为山庄子 它是一种 我们当地上有的小灌木 它一个很容易生长 我们这里的 万山片野都是 今年看来明年又来了 很容易生长 不会破坏植物 没有念的东西 就是茶子壳 山庄的油茶 我们江西也好 我们宁都也好 都有很多紫 仁就是炸油 壳就是我们大量收割过来 把它做成自香的原材料 一般人就丢掉了 不再去搞到田里面去 所以我感觉我们以前的古人也很聪明 包括这个茶子壳 每年茶子壳都长出来 每年都有茶子有出来 它的壳都为了用处 然后客家人用这个来做香 我们也要感谢我们以前的祖先 以前虽然是资业很丰富 但是他也考虑到环保的问题 考虑到只眼的问题 充分利用的问题 就地取材不仅自然环保 而且成本相对较低 性价比高 十余年间 天和香从传统的手工制香 扩展为现代规模化生产 如今已成为赣州市第二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非宜工坊 尽管制香基地位于宁都现交 但是一缕悠香吸引着不少人慕名而至 江西的就是飞翼工坊 干州应该基本上应该占了一半 天和香的这个飞翼工坊的话 应该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富翼工坊 通过网上了解到宁都有这门工艺 然后就想过来看一下 了解一下传统工艺和中国的一些 出道文化 是否有那个继承和发扬 因为现在很多手艺之类的都消失了很多 有一股清香的味道 就感觉比平时那种香更好闻 从它的这个味道也能感受出 它的这个质地肯定会比那种红色的更好 多用这种的话应该会 对人的身体也会更好 天和香干好 应该是客家文化的 很具体的和活代性的一个表现 为了与时俱进 传统的非宜工艺也加入了新创意 有三个重要功能 一个是这种整形可以防颈椎 然后可以漆纹 这个脸部的蚊子可以漆掉 然后这个香气可以助睡眠 然后还有这么一款 这边又可以防颈椎 这边可以平折躺着睡 没有颈椎的可以睡这边 有颈椎的可以睡这边 这个田中在这里面 它的香气可以保到两年 两年都没问题 古时江西的香文化 在中国香文化中 占有着辉煌的篇章 今天因为这些优秀的 非宜传承人们的坚守和开拓 传统工艺也在与时俱进 至优价廉的客家天和香 正渐渐飘入千家万户 商美食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 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也可以下载 首期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